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读的这三段的经文当中 让我看见到 真的人的心如何的败坏 当我们在诠释 当我们一个人渴望权利的时候 我们的心开始会被腐蚀掉 最近若佛刚刚大选完毕 真的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大选的故事 但是这节我们看第七节 这边的时候 犹太人回答说什么呢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耶稣是该死的 因为他自己为神的儿子 这边也是九章一开始 我们就看到 比拉多 神问耶稣 他找不到他有罪 然后过后 他要放掉耶稣了 之前我也是在分享这一段 在路加福音的时候 但在约翰福音的时候 又有不同的领受 神的话语真的奇妙 我在看今天 这个的预备的时候 我在想 哎呀 上帝 主要 犹太人 说自己有律法 按着律法 他们把神的儿子 置死了 听到姐妹 这是人的一个权柄 第一位 像一个骄傲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作祟 也是一个恐惧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因为姐妹 犹太人 没有 他们 真的很害怕 再次的得罪神 所以他们在十阶以外 不能够枉称神的名 第三阶 那个阶 外面之外 他们就害怕自己 有一天 又在得罪神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 真的很担心 有一天上帝在灭了 我们的这个国 怎么办 我们的耶路撒冷 已经被灭了 我们的国王 已经被灭了 所以他们非常害怕 所以对方姐妹 他们就设立了 人呢 就设立了好多的 这些所谓的律法 为了是什么呢 保护自己 不犯神 不犯到神 所以继续能够 跟神和平共处 但是没想到 最后呢 他们所设立的律法 却捆住了自己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看见 对方姐妹 这句话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它是该死的 哦 弟兄姐妹 真的 在上个星期五呢 我在教导这个 一个教会的课程的时候呢 我就在阅读到 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时候 讲到 那个撒玛利亚夫人 问耶稣 耶稣啊 有你的门徒 有的人说 要在那三经拜神 然后呢 又有人说 在这三经拜神 然后呢 弟兄姐妹 记得耶稣说什么吗 耶稣回答说呢 时候到了 现今就是那个时刻 然后呢 不是在这三 也不是在那三 而是让人呢 用心灵和诚实 来拜父 来拜天父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呢 上帝拯救了 以色列人过后 祂想了 上帝用了 所有的 这些的律法 这些的颁布 透过摩西颁布律法呢 教导以色列人 怎样成为一个 上帝的百姓 透过先知呢 来跟这些百姓说 你要怎样的来 敬畏耶和华 怎样的与上帝 同住 在这个世间当中 那弟兄姐妹 这一切都好像 没有对人类起到作用 就好像 律法 十届 我们颁布了 每一届都犯完了 人类每一届都犯完了 然后呢 透过先知来传达话语呢 也有人 不听 所以呢 弟兄姐妹 这事上啊 真的让我们看见 这些的律法 这些 暗子这些 我们到最后 他不会帮助我们 更加的来到 亲近神 唯独真的 弟兄姐妹 回到自己的心中 回到自己的心灵里面 认识神 用我们的心来认识神 让我们用心 来敬拜 用心来读神的话语 在聚会当中 在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当中 用心来 比心 而不是用 律法 不是用一些的 规条 规条框框呢 永远不会使人 更加的来 爱神 他只会 让人 更加的 拒绝而远离上帝 因为耶稣自己 都说了 是用心灵诚实 来敬拜他 要认识神 唯有 你愿意用心 来接触神 不是说 啊 上帝我守了律法 我就是 爱上帝 那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可能 守完所有的 律法的时候 或许你觉得自己 很害怕上帝 似乎上帝告诉我们 说要敬畏他 但是呢 不是以害怕 得罪他 兄姐妹 这是很大的 分别的 然后你看 第十节这边说 比亚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比亚多自以为 自己有权柄 他说你岂不知 我有权柄 释放你吗 这人真的是 当被 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呢 就被这些 权柄所腐蚀了 而看不见自己 其实呢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罢了 那时候 权柄 真的能够 腐蚀人的心 第一 就可能是 当我们 位高权重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真的 就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 起初 一开始 一开始 做人的 这个本性 然后呢 有一群人呢 也为着 这些 权柄啊 针锋之处啊 针锋相对 然后呢 到最后呢 就 污蔑人的也有 到最后搞得 在 在位掌权的呢 被逼下台 这些都在我们的 可能 所谓的 国家政治的当中 看到 非常清楚 就像刚刚我所说的 我们刚刚过的大选 兄姐妹 当天呢 有一位 朋友 也是基督徒 他 信息了我 他看见了一个 弟兄 就pose着讲 为了不公义而投票 兄姐妹 他 他这么 写给我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他 我就想到说什么呢 其实 每一个执政党 到最后 都变成了 这个反对党 反对党 到最后 又有 努力努力 又变成执政党 兄姐妹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些什么 真的 当我们 带着一颗 赤子之心 带着一颗 很单纯的心 在追求追求的时候 想要 真的得着 这些位置 为了服务百姓的时候 但是 或许 或许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 或许 当我们得到 当我们追求到的过后呢 渐渐的 渐渐的 我们会被 这样的权柄 服侍人的心 就失去了 起初那 真心 想要服侍 五百姓的心 开始变得贪婪 然后呢 甚至 到最后 也成为了 被人民 很恶恶的 那一群人 可是呢 当然 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 想说 哦 他真的是非常好 在位 掌权 治理的非常好 那 姐妹 别忘了 权柄 真的 权力 服侍人的心 我能够 我能够坐在 高位上 好好的治理 但是别忘了 戏里面 让我们看见 太多的小人 太多的 奸臣 在旁边 忽视眈眈着 你的权柄 想要把你拉下来 所以呢 看见没有 这是真的 权柄 服侍人的心 第十五节 你看 到最后呢 犹太人的 祭司长 他们喊着说什么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说 我可以把他 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比拉多 将耶稣 交给他们 去钉十字架 这句话 祭司长说出来 真的是 真的被权柄 权力 冲昏了头脑 他本来知道 敬畏神的人 敬畏耶和华 上帝的 既然说了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真的没有了吗 他们心中的王 是在世上的王 而不是那天上 坐在宝座上的王 兄姐妹 今天有没有时候呢 在生活当中 什么成为了 你心中的王呢 这个 祭司长 因为呢 耶稣 来到世上的时候 耶稣没有活在 他们的系统里面 耶稣没有被他们的 这些律法 或者是所谓的 框框架架 给围着 以至于呢 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好多人 好多人 要跟随耶稣了 他们失去了 看到自己的 这个政权 失去的时候呢 想尽办法 想要把耶稣 钉十字架 最后他竟然说 这句话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亡 是多么可悲 弟兄姐妹 本来应该是 最认识神 最了解上帝的 一群人 到最后 因着全病 而使到他们呢 完全的 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祭司长回答 除了凯撒 我没亡 上帝听见这句话的时候 是多么的伤心 兄姐妹 所以呢 盼望我们在生活当中 每日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能够 有好多东西 要来争先恐后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作王 真的 唯有我们盼望 每一天早晨 当我们起来的时候 那一刹那 我们跟着圣灵说 圣灵啊 圣灵宝贵师 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心的一天 今天我们邀请你 来引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 你在我们心中做王 因为姐妹 就是这样子 常常的来到圣灵面前 谦卑 来到圣灵面前 告诉圣灵说 圣灵啊 圣灵啊 你成为我们的王 你来带领我们 指教我们 过今天的生活 Amen 这是第一点 权力 腐蚀人的心 我们来看第二呢 实价呢 带来的改变 今天我的主题 也是这一个 讲这个 实价上带来的改变 25节 19章的25节 约翰福音这么说呢 站在耶稣 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的母亲 与他的母亲的姐妹 然后呢 并且这个 并哥罗丢的妻子 玛利亚和 摩托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 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 站在那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 你的儿子 然后呢 又对耶稣说 看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 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教练的妹 耶稣哦 真的非常感动 当我在看的时候呢 十字架上 钉了这么辛苦 当他那样的痛苦的时候呢 他还睁着眼 看着他的妈妈 然后呢 为他的妈妈来担心 因为他知道呢 当他离开过呢 谁来照顾他 在世上的妈妈 所以呢 耶稣就叫了 这个 那耶稣所爱的门徒 很可能就是约翰 耶稣就可能对 约翰说 约翰 这是你母亲 然后就对 玛利亚 耶稣 自己的母亲说 母亲 这是你的孩子 兄姐妹 在这 这一刻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的关系 被改变了 成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不是改变 就是呢 当耶稣在十架上 成全了他的工作的过后呢 上帝给他的 托付他的使命的时候呢 他说成了的时候呢 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改变了 改变了一个关系的转换 原本呢 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但是呢 耶稣在十架上过后呢 玛利亚就变成了约翰的母亲 然后约翰就变成玛利亚的 这个儿子 同样啊 今天 当我们在想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奇妙 当我们每一位 信了耶稣过后呢 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 我们突然之间 本来 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可能我们都是仇敌 但是呢 我们竟然 因着我们有同样的天父 我们在主里 都成为了上帝的后世 也就是说 我们都成为一家人 提多书三章七节这么说 好 叫我们因他的恩得以诚意 他的恩 就是耶稣的恩得以诚意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世 Amen 是的 弟兄姐妹 今天 人与人之间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认识不认识 信主不信主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一切都是神的产业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但呢 当我们信了主过后 在基督里 因他的恩得以诚意 因为得着耶稣基督 我们在永恒 有一个盼望 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姐妹 不只在世上敬拜神 我们也能够在天上 一起来敬拜 然后以福所著 三章六节这么说 这奥秘哦 就是什么呢 哇 十字架的奥秘呢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兄姐妹 应许是什么应许 上帝给以色列人 给亚伯兰的所有的应许 这时候呢 外邦人 因着耶稣基督 你看到没有 上 耶稣基督在实际上 改变 带来的关系上面的改变 哈利路亚 圣经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 都变成新的 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当他受苦的时候呢 他还惦记着他的妈妈 而在实际上呢 他没有怨天有人 而是呢 他记得要把妈妈 托付给可靠的人 所以呢 在实际上呢 耶稣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 第一 人与人之间 关系改变了 因着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成就工作 我们的关系改变了 我们成为主内的 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 成为了一家人 主内的一家人 而另外一段关系呢 弟兄姐妹 十字架来的时候呢 成就了也是 人与上帝的关系 也改变了 本来是对立的 本来是因着罪 而无法来到上帝面前的 也因着实际架 现在得以和好了 多么棒 弟兄姐妹 上帝赐给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呢 在实际架上 带来极大的改变 当我们来到实际架面前的时候呢 让我们不只是记得 耶稣为我们流宝血 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是当我们来到实际架面前的时候呢 让我们记得一点 我们今天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 当被挂在实际架上的时候 是你或我的时候呢 或者是当我们面对人的这些指责 或者就是跟人过不去 跟人作对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回来想一想 如果那人信了耶稣过后呢 他就是我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的来面对这段关系 弟兄姐妹 所以呢 一个人啊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 就是要想尽办法 什么 与众人和睦相处 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诫命 像我们爱人如己 因为众人呢 因为我们的彼此相爱的心呢 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 爱我们的神 所以呢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 这是非常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能面对苦难 或者被人冤枉啊 或者是埋怨 我们埋怨人埋怨神 我们发怒发泄 我们会自爱自怜 但是呢 在面对痛苦的耶稣啊 在实际上呢 耶稣却没有这样子啊 耶稣还是纪念 还是多么的爱世人 真的让我们看见啊 他很爱每一位世上的人 甚至是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一群人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还为他们求情说 父啊 赦免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 是盼望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 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因为呢 常常呢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是别人得罪我们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是要反省自己 我们的生命啊 如果我们不带刺 别人怎么会扎到呢 对吧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带刺的话呢 别人就不会因我们而受伤 但是我们盼望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 常常的提醒自己 自己只不过是 上帝用尘土所造的人 是多么微小 但是上帝却看我们为自保 真的感谢他 所以呢 常常在主的面前 谦卑自己 Amen 使自己要带来的改变 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 成为了弟兄姐妹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不再对立了 成为了上帝的儿女 现在和好了 哈利路亚 同盟后裔变成后世 最后一个弟兄姐妹 就是呢 仰望主 救必得救 这边有一节经文呢 我常常 以前呢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有这节经文 那今天真的在预备的时候呢 又去找了一些 这个 resources的时候 我才发现 非常有很大的意义 很棒的一个 这个意思 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三世纪 这么说 唯有一个兵 拿着 拿枪 插那个耶稣的肋旁 然后呢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呢 就做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然后呢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然后为要应验经上说的话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 然后呢 经上又说 你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有点什么 这些是约翰 在写书的时候呢 要告诉当时的读者的 约翰说什么呢 约翰说呢 当 一按照这个旧约申请 弥赛亚来的时候呢 他 可能他预言说什么呢 他一根骨头 也不折断 挂在石架上 一根骨头也不折断 然后呢 预言呢 他要仰望 他们要仰望 就是人呢 要仰望自己所 赐的那位 赐的那位 那个人 所以就讲到耶稣 当耶稣 因为耶稣受了很多的鞭伤 经学家都说 然后过后呢 身体被摧残 以至于呢 钉在石架上的时候呢 他不再需要 打断他们的那个 脚踝的骨 以至于呢 他们得不到那个支撑点 就比较快的 离开 因为耶稣真的 经历太多了 才上石架 所以呢 以至于呢 他比旁边两边的 那个犯罪的人 更早的断气 不需要打断 耶稣的这个膝盖的骨头 以至于他不能够呼吸 因为他已经 真的奄奄一息了 可是呢 他就有一个冰定 拿那个枪呢 去扎他的这个肋旁 流出了血和水出来 我就写了一段 当我在看的时候呢 在学习的时候呢 真的他这边就 我就写下了一段话 叫说呢 当耶稣留下保血的时候呢 他有保血洗尽我们的罪 然后呢 为什么有血和水呢 因为呢 有活水呢 赐给我们永远不可 那姐妹在石架上面呢 当我们仰望石架上面的时候 哇 这么棒的祝福 当我们来到石架前面的时候呢 有血跟水呢 流出来 有血跟水流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呢 常常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赦免 我们的罪 真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耶稣的保血 而呢 我们生活在世上啊 有时候他就是世上的粮 当那一次呢 在约安福音啊 耶稣说 我是 那个世界上的粮的时候 你们要吃我 喝我的时候呢 哇 好多的门徒都 离开他 好多的人都 觉得他 他疯了 但是呢 弟兄姐妹 这里啊 今天早晨 那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 让我们铭记于心 有血跟水流出来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每一个人 世上的人都需要耶稣的保血 洁净我们的罪 而我们也需要耶稣所赐的活水 让我们永远不可 就像以赛亚五十三章四到六节这么说 他诚然当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他为受刑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然后第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一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到他身上 哈雷路亚 弟兄姐妹 因着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平安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今天我们失去平安了吗 当一个COVID来的时候 当一个生意 精灵的这个摇晃的时刻 在这个打仗的时刻 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刻 我们失去平安了吗 兄姐妹 今天盼望上帝的话 也赐给我们 告诉我们说 仰望他吧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知道 耶稣受了非常大的刑罚 所以我们今天 一定会有平安 我们要活在平安当中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着医治 让我们一起来相信上帝 上帝要医治我们 Amen 这是我们看见的 仰望主 仰望主 学习的来仰望他 因为仰望主 必得救 哈雷路亚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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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